待會我們先來練習一個概念 這個圖我想要請各位試看看 這個畫面我主要其實要看的只有這個右邊 這邊剛還是被我裁掉了 多了 我不需要我只要看到這個畫面 可是這張圖你剛才就是裁這樣了 所以怎麼去只要你要的部分呢 我們待會要進來我們剛才確定你有點到圖喔 如果你沒有點到圖 你待會就不會有圖片格式 所以如果你標示在其他位置 這樣就不會有圖片格式 所以你要對著圖點一下 圖片格式在上面的選單裡面點一下 點了之後我們要找到一顆裁剪鈕 這個裁剪鈕一點進來 它會出現四個邊邊會有一個L形狀 上下左右也有一個一橫線 這個就是在控制它的寬跟高 好 待會右邊這邊這一區我不要 所以我只要靠著這個位置 這樣沒有符號 這個符號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它出現一個T字 就是要裁剪的 按住移到我這邊要的位置 放手 所以這邊灰灰的 就代表待會被我裁掉 那它為什麼會掉進來 因為它空間你的圖片比較小 它就會自己往左邊移動的動作 上面這邊我也不需要 我只要到這邊 所以你看我有沒有移到這邊 這個是我要的 可以嗎 其他我如果不需要控制了 好的話 請你再對著它再點一下 或者是按Enter鍵 它就裁剪了 可是因為你裁剪的時候 剛才一開始還有線條的感覺 當你被裁的時候 其實少了一些線條 以至於你覺得很奇怪的感覺 有線有的沒線 我們想要讓它一致性 請你對著圖再點一下 我們搭配我們的圖片框線 讓它感覺上是有線條的 我們在辨識數上會比較舒服 所以我習慣是用黑色 你想要別的顏色也可以 當我黑色完之後 好游標移到旁邊 有沒有發現它就有個框線出來的效果了 好 那如果想要還原 點一下再按它 它又恢復了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做恢復的動作 這樣的動作又回來了 OK嗎? 如果你覺得裁錯了 你都還可以救 都來得及 好 整個我再說明一次喔 待會第一個動作 準備好最後一張 點一下 上方的圖片格式 點一下 進來右邊大小區塊的裁剪鈕 對著它點一下 你可以同時用這個左上角 因為你上跟左都不要 那如果你不會你就分兩次 會的人就可以按住 我只要到這邊 有沒有感覺我一起做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一空 如果上跟左 你一起用 那你就用左上角那一顆 如果你要分兩次用也可以 好的話按Enter鍵 框線的話 我剛才忘記取消 框線是這一顆 原本是沒有框線 這樣是沒有框線 你點到它不是有框線喔 它只是被你點到 好 線條你還是要點進來 選一個顏色給它 檢查有沒有成功 請你游標點到段落區塊 一點一下 這樣才代表沒有選到圖 還有線的才叫做你給了它框線 這邊給你 好嗎? 好嗎? 好嗎?